有僱主日前在網上分享 只發現家中菲律賓外傭偷取她的錢 該菲傭在樓主家工作一年半 一直照顧少主有家 兩人無所不談 關係不錯 直到4月中時 僱主翻查家中閉路電視 發現她菲傭在家偷東西 一問之下外傭承認真有其事 並解釋因為要支付 菲律賓弟弟嚴重車禍後的醫療費 和丈夫在菲律賓出軌後欠交子女的 學費 她弟弟的嚴重車禍樓主是一早知道的 樓主念及與菲傭關係良好 而且照顧其子備知 於是給她機會 發出警告信並要求她寫道歉信 鐵文一出 網友立刻熱意認為樓主 應該馬上開除菲傭 而僱傭公司負責人黃偉東 回覆記者查詢時提醒僱主 雖然很多僱主和外傭的關係 好像家人一樣 但建議客廳和個人房間的 在財物位置設定閉路電視 並習慣向外傭不時表示 自己會留意財物和關注外傭誠訊